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在利亚德会晤了沙特国王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以及外长朱拜尔 讨论怀疑被杀害的失踪记者卡书吉的问题 两个星期前卡书吉进入沙特位于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办理文件之后消失 土耳其当局说卡书吉在沙特的领事馆内被谋杀 沙特则否认指控 这起案件已经让沙特与美国的关系变得紧张 也给沙特王储的经济改革和吸引外资的计划投下了阴影 为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紧急前往沙特 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沙特领导人见面了解事情的真相 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 荣香 荣香我们知道国务院对于卡书吉案件有什么样的最新说明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和沙特的国王 以及沙特年轻王储的会面当中 强调了美国对于卡书吉案件的关键 由于我们知道这起案件是发生在沙特驻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 因此美国也欢迎沙特的政府对于土耳其的当局提供有关的调查协助 那么蓬佩奥国卿在相关的会谈当中也指出了一个彻底透明以及及时调查至关重要 不过这是台面上的外交语言 台面下根据消息人士指出蓬佩奥国卿与沙特王室有关成员的会面并不那么顺利 那么沙特王室极力撇清和这体事件的直接的关联 尽管有些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的王室已经准备好要承认 卡书吉的确是在沙特的领事馆中被杀害 那么是流氓的医务人员在审问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国务院并没有评论 是不是从沙特的王室成云当中得到同样的讯息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在土耳其派人检查沙特领事馆的同时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纽约时报报道称 沙特阿拉伯准备承认失踪记者加玛尔·卡书吉被杀 这些报道引用了一些消息来源 这些消息称卡书吉的死亡是未经授权的审讯发生意外造成的 卡书吉10月2日进入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 办理他与土耳其未婚妻哈提斯·森吉兹的结婚文件 此后没有再出现 卡书吉是沙特王位继承人 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的批评者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杀害他的可能是流氓杀手 国王坚称毫不知情 他也许真的不知道 我不想猜测他的想法 可听起来像是这些人可能是流氓杀手 谁知道呢 我们会查个水落石出 但是国王坚决否认 美国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 星期二抵达沙特后不久 与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会面 讨论卡书吉失踪和涉嫌被谋杀一事 卡书吉在两周前访问土耳其的 沙特领事馆时失踪 蓬佩奥在与萨勒曼国王进行闭门会谈后 没有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为什么美国各界这么关注卡书吉事件呢 主要的原因包括了美国总统特朗普 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 和沙特王室关系密切 而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呢 美国和沙特联手打击伊朗 双方的合作关系更加的密切 不过卡书吉事件引发了 美国国会重量级议员的强力抨击 以及人权团体的强力反弹 认为这起事件呢 凸显了沙特的种种人群问题 一些重量级的国会议员还表示 美国不应该再对沙特来提供武器设备 在利亚了之后 美国国境蓬佩奥呢 将前往土耳其的安卡拉访问 到时候呢 他也将发表公开的声明 伊万认为呢 这起事件对于美国和沙特的双命关系 以及美国和沙特 以及土耳其的三命关系 有什么样的冲击 到时候会有更加清楚明确的轮廓 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来的详细报道